我们今天画龙 教大家一个技巧 画龙 张大嘴的大龙 先画一个大喇叭 只想张大 就画大的 画完喇叭以后画个土圆形 画土圆形 一会给它分出来 这个地方画一下 这个地方画一下 画它的什么呢 画它的嘴 张大的嘴 把嘴形画出来 这个嘴形先让它这样 画到这个 这块放这样的 下去 再上来 画大嘴 画大嘴呢 画它的鼻头 这块是大鼻头 画个大圆圈 这个画个大点的圆圈 这边呢 画个小一点的 近大远小啊 靠我们跟前这个近 远不是吗 靠这边的近的话大点 这个就画小一点 它的鼻头 再在这个上面呢 画出来这个龙的 这个鼻子上的鼻梁 画它的鼻梁 在上面画两个大眼睛 也是采取近大远小的 这个是远的眼睛 这个是近的眼睛 画的有点小了哈 再大点 再大一点眼睛 这是龙的眼睛 这个眼睛上面呢 有龙的那个 那个叫眼眉啊 就这样 画出它的眼眉 画两个眼珠 画眼珠 这个眼眉 这个龙呢 上面有两个鸡角 把这两个鸡角画出来 这个 向后 向上 一个 近大远小 这个 长一点 离我们近吧 它就长一点 这就像树叉子似的 那个鸡角啊 再画一个龙的耳朵 耳朵在鸡角下边 这是鸡角下边 长得啥呢 长得叫龙刺 就像胡子似的 但是它不是胡子 它特别坚硬 这叫龙刺 这叫龙刺 那嘴呢 里边 有这个下嘴串 先把下嘴去画出来 那这块呢 有两个凹槽 这边有一个凹槽 上去再下了一个凹槽 这凹槽的地方呢 就是长两个 那个蛇 那个龙刀 有两个鸟牙嘛 长大鸟牙 上面还有两个 上面也有两个鸟牙 记着啊 这方向得是从这边的啊 画到那边去 这个鸟牙 我把那个龙刺画的有点大 就为了让能这么远能看着 画的有点大的龙刺 大鸟牙 鸟牙 这上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嘛 其实还有些小的牙 因为这个画的大了以后 就能看着那个小的牙 要一般都看不着 龙头画小了 就看不着底下这些牙齿 这还有牙齿 上面也有牙齿 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个鸟牙 这个鸟牙大 这个鸟牙大 下面我们就画啥了呢 该画舌头了 这个龙啊 这里头有个舌头 舌头就前面这样是卷起来 这地方卷起来 往那下去 上来 下去 我舌头在 长到少了点了 这是个龙的舌头 再一个就是龙呢 长那个什么呢 这边上 嘴啊 嘴边上也是一些 叫龙刺 龙刺 也有这个东西 也有这个东西 在那个嘴的边上也长了一些龙刺 就像胡须似的 但是它不是胡须 它是龙刺啊 这边都有 这上面这块也有 这也有这个龙刺 这边也有 长的一些龙刺 看这个龙头 画出来了吧 龙头像什么呢 像那个 呃 鳄鱼啊 龙头的龙嘴 鳄鱼嘴 这地方都是龙刺 都长的龙刺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它的龙 龙的那个毛发 龙虚的呗 毛发 毛发 龙的 龙的毛发 这个龙头我们就画完了 那个龙的身子呢 呃 它的比例呢 就是跟这个龙头 这个一样大就行 粗细啊 你就可以在这儿 把这个边画圆圆了 龙的身子 这样 你就可以扔一下 龙怎么盘了 怎么弄了 飞呀 飞龙嘛 这就是龙 完了身上呢 有些鳞 这是龙旗 这块还有龙旗 龙旗 龙鳞 龙是有鳞的啊 龙鳞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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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 不再那个整吧 就跟鱼鳞一样的 那么画 拿这个笔先画完了 最后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木 那个笔 再描一下 就这样 龙头 很简单吧 画出来了